夏商与西周,东周分两段,春秋和战国,一统其两汉,无论是在学校的教育中还是中国史书的记载中,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出现的王朝就是夏朝,并且夏朝也是我国第一个奴隶制的王朝,所以一提起中国最早的朝代都自然而然地认为是夏朝,但其实这个答案是错误的,因为在夏朝之前就已经有了一个存在了1600多年的王朝, 这一点并不是后人想象或者是杜撰的,不论是在论语还是史记中,关于这个朝代都有明确的记载,可惜的是,在春秋征战以及秦朝统一六国后,大量的史书不是在战乱中丢失,就是被扔进火堆化为灰烬,很少的人知道这个王朝的存在,就连在著名儿童读物,上下五千年中所写的最早的王朝也是夏朝, 也正是因此,这个王朝也被称为史上最神秘的王朝,存在时间够长,却无人记得,但幸好,我国一代又一代的史学家们并没有放弃,并且通过出土的文物,一步步确定了在夏朝之前,的确还有王朝存在, 从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,在史学家们的不断努力之下,2002年,中国的历史学家正式发表论文,证明了这个朝代的存在,2002年的一天,发表在河北学刊上的一篇历史论文,引起了人们的注意,论文的题目清清楚楚地写着,夏,商,周之前,还有个渝朝, 而在内容中,也清清楚楚地写道,这个所谓的渝朝,一共经历了高达40多位国郡,并且一共存在了1600年,而发表该篇论文的学者,正是已经91岁高龄的历史学家王树敏,当时他还是河北师范大学历史系的教授,根据他所列出的证据,我们也能看到,在夏朝出现之前,唐渝王朝的确出现了时间更早, 我们现在所说的唐渝王朝,其实正是我们熟悉的三皇五帝时期,姚和顺所当政时代,本来一个是唐朝,一个为渝朝,合称起来就是唐渝王朝, 值得一提的是,在唐渝王朝被发现之前,众人这个时期普遍地称为三皇五帝时代,或者说是部落时代,总之,当时他不是一个正规的王朝, 但其实,在唐渝时期开始,就已经形成了王朝的模样,在《论语》、《泰博》这一章中,主要记录的就是, 孔子及其弟子对于古代圣贤王的赞美,其中在孔子与弟子的对话中,就有这样一句话, 唐顺之计,于思为圣,其大概的意思,就是指在唐渝和于顺之间,以及周五王这个时期, 人才是最胜的了。当然,仅凭孔子的一句称赞,不足以证明唐渝王朝的存在。 在《四书五经》中的《五经之一》中,尚书的开篇就曾对于唐渝王朝有些简单的叙述, 而不论是当时的尚书,还是现在的尚书,它都被视为治理国家的政治课本和理论依据, 其书中的说法还是非常有可信性的,为何现代学者会推测渝朝存在长达一千六百多年, 这一猜想源于先秦时期的思想家韩非子。 韩非子曾提出,于雨下的历史加起来有两千多年,由于下朝历史约四百年, 因此推断渝朝可能长达约一千六百年,韩非子的时代早于史学家司马迁, 因此他的结论带有一定的历史价值。 这种推论或许支持了渝朝在夏朝之前的存在, 国际学者普遍认为中国历史的记载始于商朝, 原因在于缺乏更早期的历史遗迹, 然而这种观点遭到质疑,因为未发现并不等同于不存在, 古籍《山海经》中就记载了夏商之前存在另一朝代的线索, 《山海经》的记载充满奇幻色彩,因而多被视作预言, 但书中的某些内容在现实中找到了对应, 这使得一些人坚信夏商之前却有其他朝代, 西汉时期,司马迁著《史记》将夏朝定位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朝代, 同时也无法忽视夏朝前的历史轨迹。 此外,司马迁还撰写了《武帝本记》描绘了夏朝以前的君主, 普遍认为武帝是五位著名部落首领, 但深入研究发现他们关系密切, 甚至可能是同父同母的兄弟, 这些古籍中的记载为我们探索中国早期历史提供了线索, 尽管他们混杂着神话与现实。 但仍激发人们对华夏文明远远流长的好奇与研究, 夏朝的建立, 实际上是对先前虞朝的继承和发展。 在远古时期, 传说中的皇帝和他的妻子雷祖共同育有二十五名子嗣, 其中, 邵昊、 专须、 帝库、 唐瑶、 于顺等都是皇帝的直系后裔。 在上古时期, 王位的继承方式主要是善让, 即基于德行和能力的选择。 然而, 实际上, 王位的继承多在皇帝的子孙间进行, 反映出古人对于血统传承的重视, 这种继承模式与后代的父子子季有所不同, 但本质上仍然是基于血缘关系的选择, 他在保证统治血脉纯正的同时, 也保持了一定的连贯性, 据古籍记载。 于顺可能是夏朝前最后一个首领, 历史上常称之为于朝, 紧随其后, 由大宇的儿子夏起建立了夏朝, 实际上是于朝的继承和发展, 将善让制改为了父子子季制, 但权力依然掌握在皇帝直系后裔手中, 于顺时期已经出现了国家治理的初步形态, 他建立了刑法, 标志着法治国家的萌芽, 货币的原形也在此时形成, 这些成就并非于顺一人之功, 而是历代首领智慧的集结和传承, 夏朝的建立和发展, 无疑是在于朝基础上的一种自然演进, 考古学的最新发现为我们提供了夏朝以前华夏文明存在的实证, 这些出土文物不仅证实了鲜明的生活方式, 还揭示了远古社会结构的复杂性, 两种文明的挖掘是一个关键点, 考古专家们在这里发现了大量玉石, 种子和古代工具, 这些文物的年代可以追溯到5300至4200年前早于商朝, 暗示着商朝之前就存在着高度发展的文明, 两种文明的进一步研究表明, 当时已经出现了理智的萌芽, 这可能是夏商周三朝理智的起点, 社会形态上已经出现了明显的阶级和等级划分, 预示着王权和国家架构的初步形成, 这与渔朝存在的时间框架相符合, 然而, 对于这些发现, 一些人依然持怀疑态度, 他们认为当时的人类生活原始, 难以构建如此复杂的王朝结构, 甚至有人质疑夏朝的存在, 将其视为不过是一个部落, 但随着更多的考古发现, 如三星堆遗址, 人们对中国古代文明有了新的认识, 三星堆出土的大量青铜面具和青铜树等文物, 根据制作记忆推测, 其年代介于4800至3000年前, 这笔殷商文明早约1200年, 后来, 我国为了了解华夏文明的历史进程, 启动了中华文明探源工程, 该项工程一经启动, 立刻得到了满满的收获, 在山西香坟发现了陶寺遗址, 而这个遗址正是史前的渔朝的国度所在, 陶寺遗址开采出很多规模庞大的城墙, 东西最长达到1800米, 南北宽达1500米, 且有意识地被分为外城和工程, 同时, 考古学家还发现观星台, 农物储存区和手工业制造区经过专家考察, 这些建筑均是世界上最早出现的, 除此以外, 还发现了许多生活用品, 生产器具, 陶器, 青铜器等, 并且在一块陶器上, 还发现刻有许多文字, 其中一个文字已经查证与甲骨文中的文字形一样, 这也就说明, 在甲骨文出现的七八百年之前, 就已经先有了文字的雏形, 因此, 陶寺遗址也学术界公认为最早的中国, 虽然已有上千年的历史, 但却未得到西方人的认可, 主要的原因在于, 那个王朝的历史文物相对稀少, 如果只依靠文字记录的话, 在外国人眼中似乎不够有说服力, 在二十世纪末和二十一世纪初, 考古学家们确实发现了许多遗址, 经过查证和分析, 这些遗址很可能是唐顺王朝的遗迹, 这个地区曾经是青铜时代高度发达的, 而许多遗迹都证明了这一点, 然而, 考虑到下朝存在的时间非常短暂, 很难相信, 他们的技术已经如此成熟, 无论是通过文字记载, 还是实地考察, 我们都可以证明唐顺王朝的存在, 然而, 许多西方人却认为, 这只是国人自己的意想, 西方人是否认可并不重要, 毕竟这是我们自己的历史, 下朝之前的历史, 确实可以确定, 淘淘王朝和渝朝, 合称为唐顺王朝存在, 并且他们的历史非常悠久, 我们有足够的文化自信, 所以西方人是否认可这些都不重要,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,